字幕提供 好 新人透視 繼續 由反高鐵講到五區公投 現在還在講反高鐵 咦 為什麼會不斷講到五區公投 是啊 我們都要講講 好啊 要推他 五區公投 不是 講反高鐵 反高鐵的人沒怎麼說 上一節你不斷少女大陸 為什麼少女大陸 其實不單是女大陸 還有一些馬惡 還有一些什麼 我都忘了 好幾個學者 很多官員都很少 小光也很少 先講學者 你自己什麼平民這些 就很粗暴 香港不容忍這些 違反法治 非理性 你老實講 你自己做一個學者 第一步就要自己去研究 和去了解這件事 你怎麼知道是沒有 我今天的小言 你便出來說 我要遺憾阿華TV的新人 不好事 因為我沒有做研究 最少下來 不過當日 我又不敢說 我走完整個立法會 的確是見不到女大陸 是 見不到也是證據上 是 我見到你 有很多做研究的人也有 但你完全不知道 每個示威遊行 有一個故事和發生的問題 你不能亂說 你劉兆佳靜 你為什麼說我混蛋 為什麼你說我劉兆佳靜 為什麼你說我劉兆佳靜 劉兆佳靜 為什麼你說我劉兆佳靜 進入到權力最核心的地方 他會覺得很開心 他說什麼示威者 說這些是一小撮的人 根本上你怎麼做 都沒有用 因為他們反政府的心態很嚴重 我跟中央政府說 炒了這些人 你知不知道這些 劉兆佳靜 記住大家 這些是和國央民 比賽料理 不是每個人都說 現在整件事說明 你諮詢不足 什麼是諮詢不足 你連通渠佬那張廣告 比你那張起高鐵的廣告還搶眼 那你就想想 那些叫諮詢足嗎 諮詢不是 以後不要以為搞錯 你諮詢完 然後大大聲聲 有個諮詢 我諮詢了你 你還要跟人去審議 大家一起談 沒有這個過程 我想整件事 那個對話的空間 或者機制是失了行 會不會呢 所謂那些80後也好 50後也好 那些年輕人 總之有反行出來的朋友 就是覺得 我們那些說話 為什麼沒有人聽得到呢 他不是聽不到 聽到的 那幾天就是 你669億 掩上眼睛 669億當然掩上眼睛 669億老實講 我都沒有什麼吉利 你給669億我馬上 大佬 你也會 很難說 很難說 我也知道 去到那一刻 是啊 大家試一下不信 看669億 試一下我們 會不會 我都捐你 哈哈 真的 喂 對啊 你669億 現在說的錢 是香港的官商勾結 加上大陸的有可能的官商勾結 是 我上個星期 你知道 在中大有個崇基那裏 我去說話 我一罵 共產黨的東西 或者是說高鐵 會造成太子黨和香港之間的那種官商勾結 或者出黑錢 出黑數的東西 提出這些東西 提出這些東西 香港的朋友當然是說我極端 不是啊 有沒有這些東西 香港的同學 香港人是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大陸的朋友 大陸的朋友 中國內地同學 因為他們知道國情 他們身在其中 所以那669億 怎麼會聽到你的意見 聽到也當聽不到 是不是 為什麼要維持一個很進步 難道每次都不做這些事情 去不知為什麼 綁條黃絲帶都不給你的情況下 就跑去示威 那些叫理性 那些是極度極端不理性 喂 就這樣 聽最近大家說的分析各樣的 都是現在呢 曾蔭權說的東西 其實都是抓錯了用神 為什麼 蔭權組你是不是出來說 其實我們都很明白 在發展和保育之間 我們要拿一個平衡 就是他還在說這個點 但是其實這次高鐵的事件 似乎是超越了這個點 比如說功能組別 說官商勾結 說整個議會是不民主 似乎去了這些的向度 而多於許寶強經常說的 發展與保育 不是那種那麼簡單 還有說民主 是說人的專業和生命 要土地的關係 去了那些有些靈性的位置 你看古行那些 就是拿著米 又在那邊 鋤大隻腳 又趴在地上 又說人和大地之間的關係 去了這些位置 不單止就是爭蔭權石 我覺得他們真的脫節得很重要 還說那些 那不用發展嗎 難道我們全部要回鄉下耕田嗎 還是在那個層次 他已經不明白 原來這個社會已經變遷了 我們這批80年 有個青年 其實說清楚 其實對80年後不公平 因為那天有70年後 60年後 50年後都有的 大家其實整個社會 開始的意識轉變了 就是關心到人居住的人權 我住在那個蔡元村 我是在表達一件事 我和那個土地的關係 我是感覺到快樂 不是你塞些錢 說我上一樓就代表快樂 不是你送一台冷氣機 我就會快樂 有錢是大曬 其實現在正在質疑這件事 沒錯 大家依然說 我已經賠償給你了 你有錢大曬曬嗎 現在不是在說這件事 先生 你真是那麼拳 你真是 所以不明白 所以沒得說 他根本不明白 怎樣呢 所以我經常說 他遞一個星球來 不知道是誰 他不明白 那些劉兆街 其實那些人應該是 反應到 因為他做研究 比較中立 但是無可奈何 被政治權力 那種充分 吞食了 吞食了 就算呂大樂 去了香港大學 又如何呢 一樣是這樣 四代春代人 一樣是這樣 亂說二十四 又說找不到 東西做 又上不到位 現在個個 其實很多出來搞事 那批都是讀書之人 以及都有份自己的工作 你不要當人家是小文盲 小流文 小流文 那些東西 但是背後 是很有意識形態的 所以你四代香港人的那本書 就麻煩你 銷毀出去 大家 銷書又拿出去 是呀 銷毀 我整場銷毀大樂的那本書 下星期 新人偷視 奔書 RTV 拿一本四代香港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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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可以啊 導演出可以 千萬不要彈 做他們色情 聯名 銷毀 我憤怒啊 那些學者 騙你們倆買她的本書 zł アサヒ 是吧? 還博過《基本法》 等你還可以不斷說 其實說的都不中 亂說模糊 你劉少爺炒他吧 害死中國共產黨那些人 放錯了 亂說模糊 這段事發給劉少爺和呂大陸 發給共產黨 叫他炒 透過Google Gmail 你發給黃丹 對啦 你發給黃丹 發給不開戲 他們就會殺你 共產黨很有趣 你明目張膽 或者你擺明一些東西他不想看 假裝是秘密密斯人的東西 他就不斷殺你 神經病 所以共產黨也是神經病 頭腦有點神經病 對不起 我得罪了 所謂精神病患者也是 對不起 很多朋友都是精神病患者 要你 對呀 對不起 自己見面 對不起 對呀 不好意思 快一點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這樣比喻 不好意思 鄭宇華 鄭宇華回應得OK得體 其實他真的OK 第一天是OK的 想不到他是這樣 即是我們將他塞在23條的掃把頭上 葉劉那裡 即是覺得他是那種壞事 但原來他扮又好什麼都OK 其實他回應也算 他的回應醒過葉劉 當時23條 但始終在我們社會新聞中 始終都是要下台的 那今次這件事 中共阿爺的看法會不會跟23條一樣呢 即是有沒有去到他那裡有這個程度 嘩 搞錯呀 鄭宇華你怎麼看這群人呢 會不會這樣呢 他一定會害怕 他不害怕 你看看 星期六示威 政府是不出來說話 或者日日報紙等等 都不算很差 只有梁振英出來說話 星期日 但梁振英那段都不是很嚴重的事 他又抽政府水 政府真的要想清楚 發生了什麼事 他只不過是一個選特首的一個 一個抽水過程 沒什麼可以不理 他不是真心說 我們真的要了解一些年青人 他不是的 他真心研究一下選票 繼續分析 接著說什麼 即是政府沒有人出來說話 星期日 接著就含包散 李兆光 還有誰 曾仁權 陸續出來 加鄭宇華 星期一的事 加上不同的奇怪的學者 又出來又說要遺憾 又譴責一些不理性 暴力 拋壞了香港 譚耀宗那些出來說話 譚耀宗那些 契弟那些 什麼不理性暴力 快點 留下你說說 什麼叫暴力 暴力有很多種 你看到別人說髒話 或者打人的暴力 只不過是 你看得見的暴力 有時候你看不見的暴力 譬如制度上的不公義 各樣 傾斜 官商勾結 黑商作業 那些暴力是更暴力 其實翁民那時候 訂招和說髒話的時候已經說過了 根本最暴力就是 本身就是那個制度 騎劫了真理 騎劫了所謂科學 理性 專業這些字眼 去暴力其他人 所以要在制度上想 所以我們就由反高鐵講到五區公投 第三次我們要講講 沒錯